第1章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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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兴奋 因为我的晚餐就是平和料理 平和料理 平和料理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 平和料理 然后 这很特别 它的来头不小 我们一进去就会看到 很多很多很多奖项 有没有看到还有很多很多 蚁人也是曾经 关顾这个很特别 很多奖项的 日本料理餐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吃了 我受不了了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吃东西 然后我最喜欢的料理 就是日本料理的 然后据说这个 皮蛋豆腐是新加坡 顶级豆腐的 真的真的 没有吃过那么 特别香的 皮蛋 然后真的真的很棒 所以现在很棒 在我面前的是 很鲜鲜的小西米 新加坡最好吃的 茶碗蒸 然后比较一些其他 日本餐馆吃的完全 圈圈的不一样 真的真的真的不一样 现在这道料理是很了不起的 现在这道料理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你在新加坡是不可能会吃到的一个料理 因为它是其余 Campura 你吃 这时候它很香脆 它外面的那层 外皮真的是香脆 然后我们下一道是 日本北海道和牛 然后这个香料是 其实新加坡 就是大家都喜欢 Suna 然后这家餐馆呢 是道道都是 经典籍的 然后听说 这道菜是 很多人都会 回来这里特地就是 吃这道经典籍的 Yellow Tear 也叫做Fish Collar 我真的要说一下 就是老板跟整个餐馆 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在今年这些料理 就连这道寿司 都是由水果醋 加上寿司醋 就是其他地方都是 单单用寿司醋 哇 所以现在在我面前的是 紫火锅 然后这是 这家餐馆特制的 维他金 椒盐蛋白 紫火锅 会有很特别很特别的味道 所以呢 如果你们要像我一样 有那么heavenly的体验 然后真的真的真的 吃东西很像在天堂的感觉 就要来到 Peace Japanese Cuisine